大家好我是望远中欢迎收听 哎我说哪里了我们要请到 哎呦谢依林呼住姐 呼住姐 韦中哥好我好久没见到你 人生中很有缘哦 是的韦中哥 大学生没开始一路到现在 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瑟瑟发抖 因为你就是神一样存在 你少来 真的啦我没有拍马屁 真的 就是我其实我原本 我戏剧是毕业 我给自己设的目标 就是我想要去你们的公司 做你们的幕后的 就是节目部的企划 那你为什么不来 不小心当明星了 你真的没 可是你小时候不是想 就是想做明星吗 后来觉得自己距离太远了 就是我想当明星 可是后来就是 你越来越 其实在追求的过程 就觉得这个人好漂亮 那个人还有才华 我就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当下就开始觉得 可是你是有才华 我看我写剧本 剧本写得很好 谢谢 没有做幕后 实在太可惜 我一直很希望你做短片 那短片一定很厉害 有啊 我们之前有做 那个hold住系列的 hold住爱情 很小的 对啊 可是你后来发达了 发达之后就不吃苦了 没有 做创作 做作品是吃苦耐劳的事情 真的 这确实 现在吃不了苦了 吃不了苦 杨真楚 杨真楚 你明星当得好好的 干嘛做幕后 这是一个问题哦 可是不知道 搞不好有一天你会做很好的制作人 我跟阿雅讲过这话 就阿雅后来真的做很好的制作人 我希望我可以 我现在要制作自己的 就是podcast 对对对对 也有做 但是就是我后来找了一个更苦的工作啊 什么工作 全职妈妈 还不够苦吗 全职妈妈 就是全职在家里带小孩 真的要三年 你妈没有帮你带 几乎没有 我妈就是扬言 原本说你就生啊 不要想太多妈妈帮你带 然后他就消失了 你妈妈的妈妈会消失 OK 可是对啊 你最好的时候 大陆啊各方面啊 对不对 大家那里最好的时候 生孩子去了 就大家觉得很可惜 但是我当下就觉得 工作简单 找到一个男人爱我多难 哦 真的假的 对 尤其是 你做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的 真的吗 所以那时候知道 你有生气吗 说真的 我没有生气 因为我真的经历太多人 太多事情 而且我说实在话 这圈子里面进来的艺人啊 或者目默工作人员 来来去去 我都觉得很正常 心如自水 对 我都觉得很正常 数百人来来回回 我都很正常 大家以后 看他慢慢大的发展 我也是一样啊 像爸爸一样 我大概太走进这圈子了 我觉得很 这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不好 对 你说我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觉得奇怪 比如说你最好是会 会去生孩子 当然有点奇怪 但我不会阻止你 我觉得大运无法止啊 阻止也阻止不了 总不能我跟我老公 在床室的时候 你冲出来 忽住 呼住一下才快乐 什么东西啊 不是这样子啦 我就说 对 我不太会觉得怎么样 我就 我当下是真的觉得 找一个人要跟他走一辈子 这件事情 要冲动 我就做了 不真的那时候 你很红 然后真的也就去结婚了 一下就带了三年 就消失在荧光幕面前 我其实也是 就是被动的退出 因为刚好疫情 然后我又生了第二个 可是以前 以前艺人的话 或者是经纪人啊 干嘛都会 最少安排一点活动 安排一些东西 让你出现嘛 对 有些人会 大多数拍拍裸照啊 哪有拍拍裸照 有拍裸照 有你看那个 那个什么 Demmy Moore等等 很多人这样子 有很漂亮 就是有点动作 告诉我没有消失嘛 我还可以 我还hold住这个 美妈妈 hold住这个 对 对 像那个山羊在峭壁上 那个皮子 小脚 还在 还hold住在那里 对 可是你就真的 就是整个消失 那段时间 你就整个生孩子 带孩子 你对 这么辉煌 这么灿烂 然后真的消失的时候 不一直在你心里打鼓啊 我就是有一天 在跟我女儿讲故事的时候 然后就讲着讲着 就入戏了 然后就开始各种表演 然后突然觉得自己好心酸 这个感觉 对 这感觉有了 是很好的电影的 对 就是你平常就是 那种表演 然后讲台词什么的 然后现在 可是那时候我也跟我说 这也是我的 我还在表演 那还多大 那时候 一岁两岁 然后他就完全没在听了 跟一岁两岁 我演的可露戏 对 不应该是你们 你们根本就不懂得欣赏 这画面是卡通 对 找一个好多人的卡通话 就够 我是后续节 我看 好卡通 对 你真的 你还记得那天吗 真的很心酸 对 可是又觉得说 我也很卖力 不管在 大一幕 小一幕 还是小孩子面前 只有一个 就算我只有一个观众 我也很卖力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真的 只是为了表演而生 我爱死表演了 对 你老公有安慰你吗 或怎么样 我老公说 你赶快出去赚钱 不是 他会 你这种心情 他看到他会怎么办 他会 他知道你说又怀孩子 又生孩子 然后搞不好 有点惨或忧郁 等等 有 那他旁边 还是一直不讲话 看着你吗 也是一个漫画动作 他都说 你不动 我不动 你一动 我就跑 我就跑 其实后来 我真的出来工作 是我老公很鼓励我 因为 你说在参加这个 来营业中二 对 对 你还甚至 不想出来 我有点 怕 对 我有点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 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是 很久没出被窝的 那种感觉 对 对 一开始 其实才是我老公 就说你一定要去表演 你太喜欢工作 因为中间 我其实不止我生小孩 我老公也生病了 所以我真的没有 重症纪无力 重症纪无力 我真的没有勇气走出门 这样子 然后我老公就一直鼓励我说 你一定要去表演 因为你 那就是你最爱做的事情 老公很棒 然后说 去赚钱 赚钱我觉得是 他另外跟你开玩笑 刺激的话 大家鼓励你 真的手出去是对的 因为我老公 他就会一直 一直希望我 我说一开始 我说我没有 要干嘛 后来其实写书也是 就是他说 不然就先写点东西嘛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 慢慢浮出台面 这样子 对啊 那个营业中 当然是张哥找你 出来了 然后 我第一次看你 当我们还是一个公司 看你出来 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当然我知道你比较焦急 对 真的 表现比较焦急 上记者会比较焦急 节目里面话也比较多 一直要插 一直要插 我这样比较焦急 我都没跟你讲好坏 我觉得这是自己要过的过程 你跟你讲 你就会太怕 我就更乱 对 那球打的 现在不是有很高一个 叫做斑马哥 你会看看BA 对他钢琴 所有眼光都激动他身上 他就慌了 打得非常慌 斑马在那里面 不知道怎么跑的 现在会慌 不过这个日子一定要自己过 才有体会 才会放慢下来 对 我也在慢慢的 不就有这个天分了 好 回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聊聊 hold住节 回来hold住了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是到哪里 我们邀请到谢伊林hold住节 各位知道hold住节 再回到演艺圈了 其实要跟听众朋友 分享一个经验 就刚才你讲的 你看那个时候 你最红的时候 大江南北最红的时候 大陆台湾 然后就真的就是生孩子了 一下子又碰到疫情 三年不再 三年不再 再回来的时候 你有老公鼓励你 可是你刚回来到营业中 跟老的Tim在合作的时候 真的会紧张 可是这个付出这个心情 很多听众朋友要知道 或观众朋友要知道 这个重新出征 那个很多面子 理智 很感感 揪姐 真的快hold不住 恭喜你啊 就是正好跑转了嘛 那现在很多东西作品慢慢在做 对对对对 很尴尬一开始 就是忽住节都忽不住 所以大家不要怕 我跟他讲 大家都说你很厉害啊 例如说第一次上节目 你什么都不怕 我怕死了 可是我觉得只有伟宗 可能伟宗哥比较就是老练 所以你看得出来 我再紧张 新电影新电影老狐狸 就是你看出来 我在紧张或是不在紧张 但我真的我不知道观众喜欢什么 还喜不喜欢我 然后其实制作人也会说 那不然就这样 逸琳你等下上去就 你就跟他开玩笑 你摸摸他的手什么 就吃男明星豆腐 那我说天哪 我也当时我 没有老 不是我当时单身嘛 我是一个年轻女孩子 那我吃吃豆腐这还好 我说我现在都两孩子的妈 我还去吃那豆腐 你说好看吗 对 然后我就自己开始 会怀疑吗 对我就怀疑人生了 然后反正就是 我觉得还在抓 慢慢在抓那个 那个舒适度啦 我们再讲回来 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当初你做hold住节的时候 一下子一秒钟变格格 那种勇气跟那种冲动 现在回想那段时间 你觉得是 是运气呢 还是真的觉得说 你心里觉得说 哇 我开始要亮起来了 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 后来又碰到周迅一大堆大明星 几乎那一段时间 每一天都是惊奇 对不对 对 就是每一天都在开心的包裹 然后想说天哪 你从以前 就是从社会底层 这样混上来的人 你怎么 你能想象 我真是觉得我第一次上节目 就看到大学生的 每次看到桃子姐 我说 活的 活的明星 活的明星 抽他一下 对 他想抽他一下 因为我是从玉里来 就是很乡下 然后看到桃子姐 他就这样看着脚本 然后很高贵的这样子 一边看脚本 一边把拖鞋脱下来 再穿上高跟鞋 然后就这样 看都不看 这样走过去 我说哇 哇 精为天人 对 我去哇 明星都不用自己穿鞋子 一个人在一秒钟高十二公尊 对 而且都眼睛都不用看 就好像那个就是Elsa 不是换装吗 你都不用看不用换 我就 就是惊呆了 然后觉得哇 人与人的差距好大 然后就进去 要录制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发抖 我真的一直在发抖 书里面都没有写这些 对 这很精彩啊 这很精彩吗 对啊 我觉得很精彩 我下次可以把它再写再出第二本 这个不你这本书里面 其实讲有讲到你的家庭啊 对 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会很 很关心 比较会关心说 你当初那时候的过程是怎么样 就从小孩子一戏 一戏上之头变凤凰 大家都认识你了 对 后来大陆演一小时代 一下哇靠十几亿人又认识你了 对不对 然后跟周迅这些大明星又在一起 天天都是如此 那时候跟周迅就是演戏的时候 我先跟导演碰面 然后导演再跟我讲剧本就说 然后周迅就怎么样 周迅是你的闺蜜 然后黄晓明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导演怎么那么好笑 怎么会拿大明星的名字当 来举例 对 然后我觉得怎么那么 我觉得这样观众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你怎么可以拿大明星的名字来当角色名呢 直到我到现场看到周迅的时候 真的是腿乱 周迅活的周迅 然后我那天也是演超烂的 周迅的声音太好听了 而且我发现我这样看的他 跟我在镜头看的他又是不同的人 就很神奇 就是有些人 就是 就是大家说是电影脸吧 就是你看了他是这样子的 可是透过角 萤幕又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这样看很帅 可是透过萤幕又没那么帅 我没有说你的意思 我没有怎么帅过 你一直都很帅 就是觉得好神奇 然后他也没有任何价值 周迅啊 苏奇啊 他们都有这种魅力 平常你看不化妆啊 就很扑素这样子 小S也有一点点 然后真的 真的化了妆上去 那个样子整个就不一样 对 厉害 第一天演戏的时候 导演说 依林 我觉得这不是你的状态 你要不要好好想想 被吓的 我真的 对我被吓的 我真的三魂七魄都没了 然后我就真的很想找地转 因为我觉得 我在 应该算是你实现你的梦想 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最会演戏的人了 站在我旁边 然后我又演得那么烂 然后当你发现 梦想是在你眼前 你却没有勇气去拿它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糟糕 这话讲得很正点 对 然后我就 还好 我很幸运的是 我第一场戏 跟他中间隔了一个月 所以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都在骂他 我说 周迅算什么东西 真的假的 真的 延峰把我自虐 还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怕 不要怕 伊林不要怕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晚上都在骂他 直到 因为我的角色是 他是我姐妹 姐妹我告诉你 要怎么调男人 周迅 我怎么去教 教阿妹唱歌 教伟中哥做节目 这种感觉 就是你怎么教嘛 然后可是 这得演戏 你得做进去 就调适了一个月之后 就有比较好了 说起来 这些经历 其实蛮 我就对 这些不管是 想 在事业上 在各方面 想去面对很多困难 或者 怎么去 怎么样从几层开始 忙忙忙走 怎么培养自己的勇气 其实蛮重要 对 那你这本书里面 写的并不多 你这边写的蛮多 就是你自己就水笔 对 对 这什么育儿的 什么水笔等等 但是你刚才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如果给听众朋友看起来 也蛮有趣的 对 会比较 会蛮好的 这个明星当得好好的 干嘛 干嘛跑去生小孩 这他内容 死不了 就要想想 怎么好好的活 这个是讲你 忧郁的故事 对 后来是婚 是这个 生完孩子之后的忧郁 我们要忧郁症 只是我发现 我有点忧郁倾向 因为我妈是很严重的 忧郁跟躁郁 然后我其实以前都觉得 骗人 我觉得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就情绪勒索而已 卖惨 对 卖惨 然后害我每天就是跟着你 这样情绪起伏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 我就是婚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老公生病 我带小孩 有疫情 然后你失去了 我失去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当时也可能得到了很快 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些事情 需要珍惜 就是 我很快就有舞台 我很快就成为电影明星 我觉得我随时回来都有 那种感觉 当你真的没有的时候 真的没有怎么办 hold住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宇宙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谢怡玲 hold住姐 她有本新书叫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其实我们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跟听众朋友 会有相关性的 就是说 你从爆红 还真的红了好几年 突然又 马上就去决定生孩子 突然又变成 做一个妈妈 做一个太太 然后呢 昏豪还点忧郁症 然后又碰到疫情 所以一下子 就错过很多事情 对 那这种 起伏这么 落差这么大 我觉得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不见得会经过这样子的 高低 大的起伏 但是每个人其实起伏 都差不多 我觉得 只是事情不一样 对 可能不是像这样子 可是在心里的起伏 还是很大 是 从一下降变这样子 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忧郁症 忧郁倾向 倾向 对 那我就说 对我发觉这样状态 对 有一天我就在我们家的一楼 走到十二楼 就从十二楼走到一楼 就重复这样来来回回 然后 我就是跟我自己 我心脑坏 只有一句话 就是我没有不开心 只是我不想活了 我看 我有看那个 对 我就说 我没有不开心 只是我活着干嘛呢 但是我没有不开心 我没有 一句没有价值 就是 对 各种各吗 但是我还是得为他们活着 然后就 突然一直在重复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我妈跟我说 她怎么发现她忧郁症了 她每天都在刷马桶 就你发现 你没办法控制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在求救了 对 然后我才 突然理解说 天哪 我是不是有这个倾向 然后 因为我妈妈 她的外公也是忧郁症 其实当时 因为我妈已经年纪大了 她的外公就是 更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叫忧郁症 只是她是 就是 算自杀 我有看事 自杀离开 然后 我姐跟我妹 我们四姐妹 都是 他们都在吃身心科的药 就是 也没有什么大事 但就都有这种状况 我才去研究说 其实 忧郁倾向 这个时候是可能会遗传的 因为你们身体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导致你的分泌会比较容易失调 所以导致 不是你想开或是想不开 这么简单而已 就不要想多嘛 对 有个有点用心 不要想多嘛 他就 我杀了你 哈哈哈 对就是 我就发现 也许老天 让我去经历过走过我妈走过这一条路 她只是想跟我只是需要一份理解 我就告诉妈妈说我懂你了 就是 然后 她就好了 谁就好了 我妈就突然好一点 就是好多了 觉得哦 你们没有 就是哦我了解 对 你等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对 你就觉得 她就觉得哦 稍微心里安心一点 我被理解 她也不需要你去说服她 她也不需要你去认同她 什么都不需要 她就跟 我只是刚刚说妈妈懂 同理心了 对 就只是同理心 你不一定认同她 对 可是你知道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就觉得 我自己好像 有点状况 那你如何让自己慢慢的调整事情呢 那这个你这个喜剧细胞啊等等等等有帮助到你吗 有耶 真的吗 有耶 我第一次看我妈就是寻短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因为我我看我妈就是抛绳子要 就要上掉这样子 然后我一开始我觉得很恐慌 要珍惜生命 对 然后我后来回想 我觉得她那个抛绳子的时机点有选过 因为她迟迟等着我跑过去的时候才抛 你有跟她讲吗 我有 她就 她说哪有哪有啊 还好有个有个有黑色喜剧的 对 黑色喜剧女儿 黑色喜剧 对 然后我 她一抛抛 不想抛你脖子让妈的 妈 抛在我 你是抛个人了 抛错人了 你是牛仔 女牛仔 对啊 就是有的时候 你讲的太黑色了 我就是真的只能靠这种东西去 跟她玩 对啊 包括跟自己 对啊 我妈我真的看 不是我看 我妹真的看到我妈拿刀砍我爸 然后你要怎么 其实说真的这个很冲击 只是我们后来只能用笑话去带过 就是我们就一直说那天 我妹空手夺白刃 我爸就说你杀我啊 你杀我啊 然后我妈就说 不信我能杀你 然后我两个妹妹 一个压制我妈 一个去收我们家全部的刀 然后连指甲剪都收了 然后我就觉得 天哪 我们家就只能靠这种 对 我们有时演喜剧 《住手住右》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阿肯跟那都是餐厅的 餐厅的人 那旁边还有餐厅的老板 书记爸的老板 跟火鸡 那旁边还有 我们两个演员 那反正两个夫妻吵架 大家看一看 妈就说 把刀插 喜剧节奏很好玩 对对对 只有喜剧人会想到这样的节奏 跟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在大学大一的时候 然后老师就跟我们说 喜剧理论 他说 喜剧的原理 就是悲剧 悲剧就是因为喜而不得 我想跟你结婚 我爱你 但是没有 可是喜剧本身 他的骨子都是悲惨的事情 就是吵架 跌倒 失业 然后这些东西去延伸 然后就发现 我后来为什么 对喜剧这么着迷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都是悲剧 我就是想办法用喜剧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对对对 我觉得还好你有这根筋 后来你的自己就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地步 对 就是我觉得喜剧救了我 某个程度 它让我一直不断的保持在暗上 OK 就快要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想 这东西变成喜剧多好笑 一个人走12楼 一个人在抛绳子 还看女儿 看女儿有没有 不然那个时间算不准很尴尬 我想看一个 我们到这个年纪 很喜欢看一些有趣的东西 就是年纪老了 大的是怎么样 我想看一个喜剧 很短剧很好笑 就老先生老太太 从那个旅馆走出来 然后那个位置就把车子开过来 老先生就上车 老太太面 也不讲话 老先生一上车 车就开走了 老太太一点表情都没有 过一会儿就听到他 嗯 又回来 哼 为止就把门打开 老太太又坐进去 嗯 所以又开走了 悦悦就听成 sorry 听懂吗 老先生忘了自己有太太 就开走 然后往那边 煞车 嗯 就转回来 那老太太也习惯了 没有表情 做事情发生千万死 然后为止把门打开 跟老太太去个工 带卫尔也很清楚他们 然后走进去 走进去 嗯 吹开嘴 然后就打嘴巴 sorry 他就是看起来像一个 有点有点 有点悲惨的事情 但是变成喜剧 对对对 就这样的状态 OK 所以这段时间维持了多久 其实大概一年 其实没有很久了 就是我觉得 感谢我妈先得过这个病 让我知道这个病 就长这个鸟样 其实忧郁每一个人都有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里面 当我碰到生理心理时间的因素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忧郁 来自于我不想承认我不开心 就我觉得无脑的正能量 其实是很恐怖的 不想承认自己不开心 我是开心的 开玩笑 我怎么可以 洗剧演员 但是你其实你不敢 人都有垃圾 你不敢去面对 其实诚实比快乐更重要 你的垃圾不会投给你老公听 不会 我都会希望自己去 因为他身体也不太舒服 你承担很多 对啊 我就很喜欢自己憋着憋着憋着 然后就憋出病来了 就觉得这样不健康 开车经过玉璃到台东去 远远的看那个房子 有一个鼓气 那就是你帽子 对 是我没错 我是hold住姐姐就住在狱里 hold住姐的气 我不知道是你的气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是往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谢依林hold住姐姐 hold住姐姐回到演艺圈了 出了一本书叫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不过你真的是让很多人开心过 等等等等 中间三年因为疫情跟生孩子不见了 后来因为一个综艺节目 来吧 营业中二 就是这个新之沙龙又回来 扮演了一个角色叫媒体按摩师 那最近又出书 开始海峡两岸也跑来 开始跑了 对对不对 我最近对最近的新的节目 叫来者和人 然后是舞蹈动作 我觉得我现在就很 是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但是你要演女侠还是什么 就是他这里面你要上 运动性节目 上武术课 然后上表演课 然后我们每一三集 就会拍一个动作短片 反正我们的 我们导师是赵文卓老师 跟豪雷老师 一个负责我们演戏 一个负责我们的动作戏 这样子 现在对亚洲流行这种运动性的节目了 对 就是让你们很辛苦的去运动 你这是真的要学武达对不对 我生孩子都没哭 我被打到哭 男拳背腿都要练 都要练 最近还练剑 好难 已经在录了 再播了 刚播了第二集吧 第三集差不多 OK你花了多少时间在练武术 整天都在学 整个五天 你满满的整天的课 学一个新的武术 你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训练营里面 从早上就安排课 武术课 拳击课 戏剧课 博击什么都上 然后每天练到晚上11点就会发布任务说明天要考核什么 然后大家就要练 然后又跟 我当做节目是真的来 真的来 真的住 真的 那你 你觉得自己又没有武术细胞 耐打吧 真的假的 因为小朋友每天就这样尻 所以你现在 我妈也是 要感谢你妈跟你的孩子 我妈也是每天打我 小时候 对 然后她还编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她是编的 她说我跟你讲 我小的时候 看你整天哭 我带你去山上 那个师傅 就师傅看你 就说这个孩子 他没有 就是不会被鬼根 他就是脾气差 我跟你说 只要你压制他 你吃他一辈子 那我妈现在就很骄傲 就是因为我压制你 听妈妈的话 对对对 你妈真是才有意思 你妈基本上 如果有一天她好了 就她真是个喜剧的剧本 对我妈是喜剧剧本 没有错 她现在比较平稳了吗 另外一种疯狂 对 不过也蛮有趣 但是她不要 只要不要就是寻短 我觉得什么都好 我现在看着什么都 她就是常常说 那你节目这样讲 她听到会怎么样 她好开心 如果在你面前讲她 她会更开心 她会把你传给她的 那个母亲节的那种 你直言都会 就是说谢妈妈 对啊 你三年不在 我每天都传 母亲节 母亲节快乐 然后截图 在我们玉璃市场说 王伟宗祝我母亲节快乐 谁是王伟宗 神经病 他就一直很骄傲 OKOK 对你妈又回忆给我 就是说谢谢你 一直想到我们 我想哎呀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感情是长久的 对 哇这个节目叫什么 你刚刚说这个 来者何人 来者何人 对 来者何人 那你们出现 有什么名字吗 我乃 我乃江北派 我没有 我还没有想 自己的艺名 还没有想 还没有 对对对对 那第一集里面 你练的是什么舞蹈 什么武功 罪权 真的会吗 真的会 罪权只是把势 不能真打 没有罪权 有那个手 然后你的手 这个 这个寸劲 寸劲 对 我还学会寸劲 寸劲 就是永春短信 对这样 真的吗 真的 我们那个 我看看 我看看 狗屁呀 你看 喜剧跟这样 寸劲 以前陶大伟 大家已经不认识陶大伟 他也有武侠最好笑 那个刀剑 不是 我教他一招这样 他就要进那个刀削里面 啊 哈哈哈哈 多刀剑 多刀剑 所以真的 你练罪权 还有什么 还有 练罪权 真的不能打了 我们最近 那个 对 所以我们这怎么 怎么把武功 就是 戏剧化 这才是我们这个 节目的重点 对 怎么拍个短片 对对对 OK 你在忙这个东西 然后 书继续在出 军牛蛋在走 这个书的这些 这些过程 是的 OK 我们谈这本书里面 什么明星当的好好的 干嘛就生小孩 死不了就想好好的活 还有和这个 我的人生最黑暗期间 我们大家也讲过了 从乡下到女明星 也讲过了 刚才我们也谈过了 然后写书是这种感觉 是什么意思 这边有个后继 写一本书原来是这种感觉 因为写书是一个感觉 就是我那时候我就说 我想写一本书 就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虚荣心 就想要自己书柜上 有一个作者谢依林 就这么简单 就觉得满意了 书现在 书现在很少人去读印刷品 可是写书还是一个 有本书在那地方等等 还是蛮 骄傲 骄傲的 然后我其实原本都是短片 后来越写越长 直到我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 再把它 就是一颗小竹竹 一颗小竹竹 全部串起来 就是原来是这种感觉 其实 畅快的感觉 还真的有段过程 对不对 有天自己在打开来看 我有做一段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就发现 没有任何一段白走的路 对对对对 哪怕就三年没有工作 但我现在再回去拍戏 因为我很喜欢你表演 其实我回去拍戏 我感触很深刻 就是我觉得演员很重要的 我觉得演员的功课是去生活 我觉得我就是 努力的拼命的去生活了 我勇敢的去作论 所有的可能别人 不一定敢做的事情 然后我的感触就极其的强烈 超浓缩 你这样就是过了一个 结婚生子 然后三年疫情 逐步出户 然后不工作这样的过程 对对对 其实努力生活 所以得到很多的 另外一种代价 所以现在很珍惜工作 对我就觉得 我可以把我这些浓缩的片段 我好想告诉大家说 我感受了什么 也许你跟我一样 那也许我可以告诉你 我当时感受了什么 这本书的意义也是这样子 对我告诉你 我的故事是这样 那也许你会不一样 对对对 大家每个人看书的感觉不一样 对如果你看 你觉得好笑那也很好 如果你觉得有感触 你会我自己看的感觉 我觉得会笑着笑着就会有点想哭 对在里面加了一点洋葱 OK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谢依林hold住节 谈他的新书 hold不住才是人生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有很多人生哪有hold得住的 千变万花 但是奇怪还是大家都想hold住啊 没有啦 就大家都总是想要把这件事做好 人生就是一个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在那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到后来还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对就是这过程 人没有说谁敢 谁想说人生我hold得住 可是我觉得不快乐就是因为你想要把它做好 你现在还年轻了 你搞不好以后会写二十多本书来讲人生 hold住的才是人生 再过三年hold不住的那才是人生 那说 人生是hold不住的 人生是hold住的 问题的重点是重点的问题 对对对 我不是我的我 我是你爸 听君易席话 如听易席话 OK那我们讲到这个 说起来这个你整个是三年没有工作啊 然后就做生孩子 生孩子做妈妈结婚都在这段时间 现在出来整个工作了 马上由大陆两边 台湾跑来跑去 对对对 然后整个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很熟悉了嘛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还是每次都还是回到花莲 就陪孩子啊等等等等 这个节奏已经拉出来了嘛 对跟小孩的距离已经越来越 真的假的越远 不会 不 美好 哈哈哈 你最你这个最胖的时候 到什么程度 你也没什么受过了 对 没没没没关系 没关系 七十几公斤啦 七十几公斤 还好 七十几公斤 生小孩 那你现在还打一半都回去 那你还就看到你这妈妈好漂亮 我女儿那天6岁放学 我去接她 她说妈妈 我同学的妈妈都比你漂亮 然后我就这样揍她 可是你在带她 她慢慢长大的时候 大女儿她已经会看电视了 她后来发觉 她不打 她让不让你hold住这些事情了 她后来在电视上看到 那不是我妈吗 所以她现在经过法郎 就说妈妈你在这边工作 经过那个法郎 不是任何一个法郎 她觉得我是单纯的法媚 好可爱 她会觉得很奇怪 她要看妈妈在电视里面 她后来多看了 我有跟她解释 我说那是一个戏什么样的 我有给她看我的节目 什么什么的 然后她就说 妈妈你是搞笑明星了 我说可以这么说 她说那我以后要当唱歌明星 她会选择 我祝福 你以后长大的 她现在还不了解 你那时候怎么把那个 一秒钟变哥哥的东西 她也不知道对你东西会什么 她现在感受不到了 我不知道 她那个可能也认不出来是我妈 那是我妈 妈这是你 Oh my god 妈都不认得 都不认得妈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真的 说起来 从大学 这个大学生了梅 的后组 到现在几年了 我11年出道的 今年是第12年 我出道第12年 一下就12年了 对啊 我说我看你16年 我都觉得没变了 但你看我 等下你牙齐掉下来 那我就觉得有不一样了 老是老板是10年10年老 后来5年5年老 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月老 你下月看我就 还是现在还是起来 那挺牢固的 不会不会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子 hold不住的 刚才伟中哥 我说伟中哥龙光焕发 他说没有我高血压 我就觉得好好笑 副作用 副作用 所以也是hold不住的 对啊 然后我们刚才录影的过程之中 金金人在旁边告诉我说 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金金人管不住你吗 管不住啊 但他就是管他自己的良心理 那个心安理得 对对对 这书里面讲到以前你的经纪人Vicky嘛 对对对 也是我们公司的 是的 对对 Vicky跟我奋战过很 尤其 尤其听说那个时候都在大陆 我还去看你们演小时代 对我们刚去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小时代第一场戏 第二场戏 我也中哥送 送一堆饮料去 对对对 给我打个 打个 要去给你打 就是这么多牌 住个仗 住个阵仗 所以真的 我们在 其实台湾人到大陆 打各种的天下 其实都很辛苦 确实 不过那个时候 你年轻无所谓 就是你根本不懂这世界 村子独不畏虎 真的真的 对 那这Vicky就陪着你 我们应该再打天下 不过那时候小时代 你真的是 表现的蛮好 让大家都很喜欢 谢谢 我中哥你有看吗 我真的好爱意 我有看片段 虽然我看不懂小时代 我是大时代的人 我就 你看得懂我会有点意外 他就是学生电影 至少你没有说小时候 那个学生电影 我们学生时代跟小时代 真的不同时代 那确实 OK 好 现在基本上 做这么个节目 然后就 一方面还是很有想自己的想法吧 希望怎么样 有没有自己想法 我觉得我以前很喜欢逗别人开心 但我觉得现在的我更喜欢逗自己开心 就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我来这边 我觉得我很快乐 那我很享受跟伟中哥聊天的过程 me t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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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觉得伟中哥你曾经讲过一句话让我一直记住 他就说你要怎么演喜剧先把自己逗笑了 你真的 你讲过 我会讲这么有学问的话 你可能那天被鬼附身了 开玩笑 最玄 趁劲 趁劲 对 然后 我其实那时候不懂 我真的觉得 现在看山又是山 有的时候 长辈 老人家不得好听 长辈讲的话 你需要再十年才去吃他 你先把他记住 然后想说那时想说 倒在攻山 不过 我认为 你最大体会应该是 在狱里 那个时候也生了孩子 然后等等等等 看这么多人在表演 这么多新秀出来 你曾经这么 在两岸这么红 你那时候的心情 怎么样让自己贫富 然后回到 孩子又哭了 老公又叫了 妈妈又吵了 对 爸爸又跑了 天天外面 那个心情是怎么样 一直不容易 这三年时间 蛮复杂的 那有的时候看那个角色 那个好适合我 如果是我 一定是我街道 对 人生一大乐事 失而复得 对 所以现在算失而复得 算是 对 还有很多很多 未来的 这个过程要走 蛮有趣的 我觉得 回来之后 就特别珍惜 每个机会 我们这行就是服务业 让大家 是的 让观众跟听众 大家开心 就是 是的 你们开心 各种都好 好 谢谢 后祝姐 各位了解 他这三年 什么 什么这个 我的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什么 其实有一些东西还蛮有意思的 对 一个 你这个年纪 我觉得 有人看看这本书 可能 你体会东西会不一样 对 对 hold不住的才是人生 人生 人生 hold不住 随遇而然 就这样子 需要 需要 谢谢伟总哥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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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